你試試餵你花點 這也試試餵給你試試餵吃 我們這一塊有個叫公流木 據老人說 其實土靈村的人最早的 都是公流木的守齡人 這裡的民風比較淳朴 這裡的群眾比較熱情 我叫蓮曉 是在賓州市龍高鎮土靈村的第一書記 我小的時候就是在農村長大的 農村的種田 收麥子 種豆子 收豆子 這些日常的事我都會 所以說到這個村上來以後 就好像回到家裡了 群眾的這個炕頭我可以做 群眾到我的辦公室來 就跟他能聊得來 因為我一到下午吃完飯 沒事的時候就是 東家去聊一聊 田間地頭去轉一轉 其實你和群眾打成一片的時候 群眾就可以接受你了 我個人認為第一書記 其實起到一個很好的一個紐帶作用 就是說把上面的政策 以及外界的這個信息 傳遞到這個村上來 然後把村上群眾的實際困難 到上面去找這個相應對策 去幫助他們去解決 把黨的這個好政策 落到他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讓他們享受到我們國家發展 帶來的這個變化 給自己也有一定的獲得感 把這個角色扮演好的話 我想在這個村子 應該起到一定的作用 也是黨把我們派下來一個目的吧 我剛來到這個村的時候 首先感覺到這個聰明的群眾 雖然很淳樸 但是它和外面這個快速的發展 好像有點不太接軌 群眾從思想上比較保守 比如說這個土地流轉這一件事 而群眾認為沒有土地 好像就自己沒辦法生存一樣 群眾有了病 不及時去這個大醫院去討断清楚 針對這些問題主動地去宣傳 講一下黨的好政策 比如說這個醫療 你去看病 現在報效這個比例比較高 你要把病查清之後 根據醫生看怎麼治 去年的時候 我們修路的時候 群眾 他在我們要修的這個路旁 有一個樹 如果這個樹排的話 那麼後面要牽扯到這個群眾 比較多 所以這個當時就沒辦法弄 我把這所有的群眾晚上交在一起 我跟他們談心 村集體這個經濟也不是很好 如果說這樣給你們 把這個樹皮了的話 那麼後面我們修路就沒辦法看著了 所以修路其實是為你們修的 修好了之後 對你們以後生產發展就比較好 站在群眾的角度去多考慮 多為他們去想 真正正正的用心 用情去幫他們的話 我覺得這個群眾是非常認可你的 來吧 18年的時候 在蘋果園裡面套中了這個板籃根 然後我把收藥材的叫到村上來以後 群眾分到錢以後說 哎呀 連書記 我看你這個藥材以前就是做做樣子 肯定就賺不了幾個錢 沒想到今天我們家每一家收入還不少 但是群眾還都挺高興的 看到群眾這個收入好了 然後群眾對我這個拍手稱讚 我心裡也樂自自的 根據我們這類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 最後我們商隊發展了大概有9類這個產業 我們現在有這個彩虎 還有這個梨園 蘋果園 油葵 還有我們的花椒園 養殖的是蜜蜂養雞的 這個是最近已經上上去了 17年以前啥都沒有 現在幹勁比較足 所以這也是值得慶幸的 大部分人從思想上 已經能主動地能行動起來了 我在這住了4年了 最對不住的就是自己的家人 這所有的家屋啥都拖到 只有岸人一個身上 我覺得這是沒有陪伴孩子成長 沒有給孩子做到一個 進父親的一個責任 沒有進到一個做丈夫的 應該做的 所以這有時候感覺到 心裡有點愧疚 舍小家 顧大家 我覺得有時候 心裡難過的時候 看到村子裡這個變化 也對自己也是一種很好的一種安慰 覺得自己不往是一個 派到基層的一個幹部 在這裡有了一定的感情 捨不得離開這一塊熱土 好喝 好喝 先讓我來喝一杯 ends天舞